那天整理外界硬碟的時候 發現六年多前去柏林旅行的資料夾 然後裡面滿滿的影片和照片 就這樣放在那邊已經乘風很久了 然後後來人生發生很多變化 然後也沒有機會去剪接這些片段 現在時間比較多 我覺得是時候回顧這一次對我來說蠻重要的旅行 2014年5月第一次去了柏林 也是第一次去歐洲 我知道我有看到寫Berlin Central Station 那時候一待就待了三個月 然後抵達第一天我還腫感冒 甚至小發燒 還好有我姐她超大方的讓我汗瓜 借住她家 然後我姐她朋友他們當時都說她瘋了 竟然可以跟一對超長吵架的情侶住三個月 而且還要陪她們一起去旅行 真的是非常勇敢 而且有時候如果放進去她不行 可以把她丟到這裡 哇 哇 這裡是很heee的 很heee的突我情趣 我和瓜當時還在一起 影片中毒我們是第七年要多幾個月這樣 然後距離後來分手還有差不多半年多一些 我那時候把在澳洲當時打工所賺的錢 全部都花在這次旅行 然後我們也去了法國還有義大利玩 我們當時所看到柏林的夏天大多是陽光普照的 然後記得那年是破紀錄最熱的一年 我們還把該踩的遊客幾年全部都踩變 柏林圍牆啊等等的 然後連傳說中很難進去的Badkine都也進去了 當時其實我們還沒有結束電影派對的文化 就是帶帶的遊客啊 然後姐就帶我們去了那邊 然後也不保證我們能進得去 然後結果就真的進去了 然後想當年那個樣子還進得去真的還蠻僥倖的 還記得去之前還超焦慮會被那個Bouncer拒絕 然後有一度還真的要放進去 結果進去裡面那種很龐大又黑暗的空間 這真的是讓人有些害怕 然後但殊不知過幾年後的我卻是常常成立在這個 在這個club裡面度過一段荒淫的時期 先錄影 先錄影 那個夏天我其實真的蠻快樂的 其實也是單純的旅行的快樂 就是那種探險的感覺吧 然後而且覺得德國男生都超帥的 又高又帥 而且其實常常幻想自己一個人 好像也沒什麼不好 雖然當時有男友 那時候其實也沒有多去想什麼 也沒有想過會再回去柏林這個地方 而且那時候大概三個月 就覺得好像也已經夠了 他們腳都會一直動啊 欸瓜外面很深喔 往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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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游啦 你就成家劇往前游 往前游 放輕鬆往前游 太好笑了 那我笑到哭了 那很妙的是 我後來幾年就發現自己一直不斷回去那邊 從差不多2016到2020的期間 就是包括在英國念說的期間 真的就沒事就會跑那邊 而且從一開始很單純的那種文化資訊 知性 之旅 就看表演啊 展覽啊 博物館啊 這種 然後到後來 變回單身的時候 然後開始在那邊聊商啊 約炮啊 然後談小戀愛啊 跑趴啊 就是整個就是 視野大開 然後真的 就是所有的感官跟 體驗就是整個就更上一層樓這樣 然後 就覺得很自由 但是 發現很容易墮落 有時候想說 雖然真的很想念那地方 但現在 也許保持一些距離 可能對我也許是好吧 不然 我 以我的個性很可能 會 容易沉淪 好 看著這些第一次去柏林的影片 發現我真的變得好多 就不管是對感情啊 還是對人生 就是所有的感受都變 真的不像以前對人生 會充滿一種憧憬 現在反而是 動不動 就會陷入這些片段回憶的美好 在這個疫情的時代 覺得在台灣其實很幸福 就好像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面 但同時好像 我真的也蠻想念去旅行的 還有那種在異地探索一些的感覺 我上次去柏林是2020年的1月 新冠肺炎那時候還正悄悄 但是又很快速的蔓延後舟 我回來之後 整個世界都變了 現在那邊封城 哪邊都去不了 原本很消瀉的冬天一定更加淒涼 這個圓樹是不是讓你想起羅馬的一些建築 我蠻庆幸我还留着这些画面 而且不只是存在我脑海中 毕竟也三十几岁了 我发现我记忆力真的有减退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谢天谢地 我硬碟没有坏 让我偶尔还能够看这些影片 重温这些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陣子得知柏林丘機場Tago關了 又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姊那時候 替我們送行,還累撒機場 搞得大家都很想哭 然後我當然還沒有忘記 就是去機場的路上有看到一片彩虹 姊,掰掰 是錄影 掰掰 不要客氣 小心喔 不要哭啦 是錄影 是錄影 是錄影